首要的治療目標是舒緩症狀 包括疲勞、羞氧、夜間渡汗、骨痛和皮藏腫大 其次我們也希望達到以下的目標 包括延長壽命和減慢發展到急性白血病 現在的治療主要分為針對骨髓纖維化病變 以及針對骨髓纖維化引起的症狀和併發症兩大類 針對它的症狀和併發症的治療 主要包括輕量化療藥和緩解頻血的治療方案等等 而較身的治療方案例如口腹標白藥 亦有效地控制病情 舒緩症狀和縮小皮藏 醫生會根據你的年齡、風險分類和症狀 去建議合適的治療方案 對於較低風險或沒有症狀的患者 醫生一般可能會採取觀望的態度 或者針藥的治療 同時密切去監察疾病的發展 而如果你有症狀的話 這類的病人主要通過藥物去控制病情 包括輕量的口腹化療藥去控制指數 或者一些口腹標靶藥去舒緩疾病帶來的症狀 又或者控制皮藏的大小 這些不同的藥物的副種亦有所不同 亦因人而異 詳情便可諮詢你的主診醫生 至於較高風險患者的治療方案 如果患者較年輕或有高危的基因異變 可以考慮異體的做血幹細胞移植 但這個過程的風險是非常之高 而且必須找到合適的骨髓工體 所以亦不是所有患者都適合 除此之外 高危疫患者亦可考慮服用口腹標靶藥去控制病情 舒緩症狀 延長壽命 病人應該按照醫生的指示定時吃藥 千萬不要自行加減藥物 如果出現副狀的時候 病人可以告訴醫生 讓醫生作出適當的調整 患者可以持續跟進自己的情況 特別注意個別相關的症狀 包括野汗、羞氧、腹部不適等等 並且主動與醫生 會嘗試溝通這些症狀的變化 病人亦應該要培養均衡的飲食習慣 特別在你吃藥的時候 有很多食物是不能吃的 記得要問你的醫生和姑娘去溝通 你亦應該建立一個活躍和健康的生活模式 去進行一些對病情有益的運動 最後應該要保持個人衛生 去減低感染的機會 患者可以向醫護人員查詢 症狀評分問卷的詳情 亦可以瀏覽專業可靠健康資訊的來源 例如AMWG網頁及癌症資訊網等等 藥物資助計劃便可以向社會福利機構查詢 例如四瓦角福群會的慰責社區藥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